好那各位我們來看看這個 就是免費的這個影像圖鋪 我們剛剛有看過幾種方法 你都是自己做的啦 網路上找的啦對不對 那這個免費的你也可以用 除了說一般像這個 你如果我們office裡面不是有那個叫做 什麼叫藝廊 對不對那個 插入圖片那個叫什麼 越來越久不用office 就不會受到他影響 插入圖片那個叫做 叫做什麼圖庫啊 管他的啦 反正呢 萬一你不想要用他的 我們可以來這邊 你可以找看看啊在這邊 第一個他就有很多這種 所謂的插圖 一堆這個都是免費的 雖然沒有中文啦 但至少這都是免費的 總之可以讓你看到除了office以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吧 你可以從這邊找 當然他的圖都不是很大的 他圖不是很大的齁 你可以找到你喜歡就把它下載回去 那麼另外呢 各位我們常常還有會用到一些其他的 你可以再找看看 我先介紹這裡有一個 比較特別就是icon的那個圖示 我們在那個icon圖示上的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平常各位 會有用到哪些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 有些時候我們文書處理也好 或簡報裡面 你總是會希望能夠找到一些小圖 對不對 小圖的話你可以來這邊找 這個還不錯 這叫icon finder 那最好找到的一定是怎麼樣 不用錢 又不會惹上麻煩的嘛 所以你可以找看看 當然打中文不通啦 打中文不通 所以你可以找 比如說你想要找這個 跟水有關的 跟水有關的 有沒有一堆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都找到很多 一部分的齁 那我通常會在這邊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 它有分 預設是沒有做任何的license的篩選嘛 對吧 好預設沒有做任何的菜 那你可以選擇就是 允許什麼 商業使用 再來 我最喜歡下面這一種 連連結都不用的 直接拿了就走 對不對 這個可以商業使用 然後也不用連結回去的 這樣不是最好嗎 所以我最喜歡這一種 那它的圖式的大小 一般來說 大部分就是這樣 因為一般這個是圖嘛 所以大部分就是最大到256 不是很大 但是你可以拿來用的 那麼 差別在哪裡呢 假設我要這一隻好了 你看喔 假設你點這一隻 好 你有沒有發現它有什麼格式 有沒有發現有png 你知道為什麼用png嗎 因為它這個是透明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裡 它不是有那個水花見出來對不對 這個東西你把它存下來 好 這邊我就直接存檔 存起來 那我們 可以用什麼 用Photocab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也可以直接到簡報裡面 插進去 比如說你看喔 我們來這裡 插入圖片 從檔案 就是它 你看有沒有進來 幹嘛自己去背 找人家做好的不是很好嗎 連去背都不用嘛 把那上面一堆 好不好 所以我們介紹那些給大家的原因 就在於說 你這些東西你都可以怎麼樣 自己來玩 那像這裡 這個是放大縮小 然後 邊 再點一下 好 把它縮小一點 因為這樣太大隻了 這樣了解齁 OK 所以 你要找的這種免費圖庫 網路上很多 但是我們會建議 最好可以找這種png的 你找png的 反正連去背都不用 直接拿進來就很好用了 不管你在網頁上使用 還是在所謂的簡報裡面 都很好用 這個是在免費圖庫 那這裡呢 就牽涉到一個名詞 有興趣的 各位可以再去看一看 這個叫做創用CC 這個 創用CC 我直接給你看網址 你這樣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有一個名詞叫做創用CC 你這樣 你有些時候 你會在網路上 會看到這種圖 有沒有 尤其部落格啦 圖片啦 文章 不管這個不只 局限在圖片啦 就是文章 那些都一樣 你看到這個圖 它有代表它的 它有那個意思 有它的意思 我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就是這種 這個 就是只有這樣子的 我放大一點 你看一下 你 基本上如果你看到這個姓名標示就是說 你用這個可以 但是你要標示說 你 它 出處的那個姓名 出處的姓名 那如果你有看到 不能有達德賽的 標示說 不能商業使用嘛 這比較清楚 那你在右手邊 這裡還有一個 就是有些人 它把它原市長分享出來 還有加上一個 這個 表示說你只能原文引用 你不能把我裡面改改的 像這樣 所以呢 越多圖 表示什麼 限制越多嘛 所以一般來講 我最喜歡下面這一種 只有這樣子的 頂多只要做姓名標示就好 反正也可以商業使用 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那 你可以去找看看 很多都有 它就是那個圖示會不一樣 如果你有興趣的 在那個教育部 還有我們台灣 都有一個叫 創用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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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我看一下 台灣 你可以用這個關鍵字去找看看 台灣創用CC計畫 這樣以後你在引用人家東西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著作選馬 有時候很麻煩 好 所以你從這邊 點過去 它有幫你去做解釋說 到底這些東西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你就可以去 稍微看一下 創作跟使用 有沒有 創用就是創作跟使用 所以 你也可以看到 它有列出一些可以給你看的 好 這是你在找網路上支援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